行政院宣布核定台中捷运蓝线综合规划 预估核定之后十年完工通车 台中人将有第二条捷运可以用了 历经33年规划 三任市长在去年4月份送到行政院一躺就是9个月 也成为这一次选战攻防的焦点 而这次选举卢秀燕领军台中蓝营立委领的票量 原本新科立委预计要开记者会为台中捷运蓝线来发声的 没有想到突然就接到核定通过的消息 台中捷运蓝线通过了 这次的大选当中 那大家传达了强烈广大的民意 那所以呢促成了我们的捷运蓝线可以核定 行政院核定台中捷运蓝线综合规划 回头看终结蓝线进度 111年综合规划报告书完成提报中央审议 111年通过环评署审查 112年4月送行政院一堂9个月 我们的立委在哪里 这段台中立委都在睡觉吗 似乎奏效选票发威 这次选举卢秀燕最强母鸡 强势抢下六席立委席次 本代F4又要合体开记者会为台中捷运蓝线发声 没想到突然就接到消息核定通过 台中捷运蓝线吸起台中港 东行经过杀戮西屯至台中市区 为东西向轴线与绿线串联成十字轴网 计划总经费1600多亿元 预计核定后十年完工通车 历经33年规划三任市长 台中人终于将有第二条捷运 卢秀燕再许愿绿线延伸到彰化南投 让中部更似通发达 记者中部中文报道